大家可能经常会碰到一些动物进入家中 这些不请自来的动物伙伴到底有何寓意呢 下面就说说动物入宅是吉士兄 依狗 人缘家 狗进家门是什么征兆 在农村一般狗进入家里面的话 就意味着这家人可能就要发财了 也就是说财运就要到了 所以说很多人家还是比较欢迎狗来家里面的 但是这种狗基本上都是那种家养的狗不是野狗 如果是野狗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运势 狗进入家里面千万不要把他们赶走 因为他们会给家里面带来财运 且狗待的时间越久 家里面的财运就会越好 有一些狗可能会是走丢了然后来到这家不走了 那就意味着这家人可能运气会越来越旺盛 整个家庭的财运会变得更加的好 所以不能赶走 狗进入家里面不仅对财运有着很好的影响 且对于事业运营是有着非常不错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会留狗在家里面的人都是属于那种心地非常善良的人 所以说这样的人他们的人员是非常不错的 在一定时间内会有非常好的贵人员 很多时候家里面矛盾比较多的话 大部分都是因为钱财的原因 如果因为狗狗进入家里面 然后财运变得更加的好 家里面的运势也会不断的增加的话 家里面的矛盾就会少了非常的多 所以说整个家庭也会变得更加的和谐 二猫 福气旺 我们常说猫自己上门来 肯定是来报恩的 因为有的动物上门来带来的是晦气的事情 是要给这个家庭带来灾难的 但是每次有猫出现 那么受养的这个主人都必然会有意外之财 会撞到许多好运 猫是特别有灵性的一个动物 它并不是跟谁都能够那么的亲近的 一旦有小猫主动找上门来 那么说明这个家庭运势很旺 把猫给吸引来了 因此会有好事发生 当流浪猫找上门来的时候 不要觉得晦气 那是因为猫选择了你 它认为你是极其可靠的一个对象 而在收养这只猫之后 你接下去几年会迎来大运的 猫是携带福气的 懂得感恩和回报主人 如果猫不请自来家中 是能够给家庭带来很好的福报的 俗话说山有山报 如果突然无故有野猫来家中 这多半是主人家的福报到了 有猫在的日子里 主人家的各种运势都会很不错 像是浮身附体 就算是随手将垃圾扔进垃圾桶 也能拿个不错的回报 所以对待进家的野猫 千万不要害怕地赶走它们 它们都没有恶意 一旦有小猫主动找上门来 那么说明这个家庭运势很旺 把猫给吸引来了 因此会有好事发生 此外 猫咪对家庭的财运 能起到一定的守护作用 三兔 桃花林 兔子外表干净 精明乖巧惹人喜爱 同时也代表善良 温和 如果兔子不请自来 跳入家里 寓意着桃花来临 家有喜事 单身的女孩很快就会遇上自己的爱人 而已经成立家世的人 桃花园会转变为人缘运 交际关系会越来越好 家庭没满 事业蒸蒸日上 四蛇没运上门 如果想要知道家中来蛇有什么说法 那么首先就要知道蛇这种动物的气息 其实蛇一般都是冷却的 而且也属于不吉利的动物的一种 因此如果自己家里面来蛇的话 就代表着自己家有可能阴气很多 而且蛇还会给自己的住宅带来非常多的美月 蛇最大的影响 其实就是家人的健康状况 如果自己家来了蛇 那么最好就是要注意一下近期内家人的健康 因为蛇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比较不好的气息 这些气息一时半会不会散去 残留在自己家中的话 自然会对家人的健康造成影响 如果自己家有蛇来了 那么相信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就选择逃跑 而有一些胆大的人就会选择把这个蛇打死 但是有时候蛇的邪气是比较多的 如果你把蛇打死了 那么就会有可能导致自己被这些邪气影响到 而且还有可能会遭到其他蛇的报复 尤其是一些活的时间比较长的蛇 更加有可能会对人造成报复 如果一个人把蛇打死了 那么这个人的各种运势都会下降 而且其本人的身体状况也会变差 无数破财 家里有老鼠的时候 大家要小心钱财 这种时候钱财的损失会变多 大家和陌生人交流的时候 最好是要对自己的经济有所隐藏 记住财不外露的重要性 很多人会因为信任了不该信任的人 而有钱财上的损失 陌生人主动靠近的时候 大家要有所警惕才可以 老鼠经常出谋于垃圾堆 或者是一些非常脏的地方 所以老鼠身上携带大量的病菌和细菌 而老鼠进入家中 会将这些携带的细菌带入家中 影响到家人的身体健康 因此老鼠进入家中 首先从实际生活来看 将会带来病毒、疾病 同时从风水上看 是把不利的风水带入家中 进而破坏家人的身体健康 老鼠属于偷偷摸摸的小动物 因而老鼠进入家中 风水上也认为 会预示着小人进入你的生活 要注意你的工作上 或者是财运上将会有小人陷害执照 因此要注意多留意身边人 以免遭到小人的陷害 家里面的状况不太好 人气太少了 才会导致老鼠肆意横行 如果想要尽量改变这样的问题 最少要让家里变得有热乎气 一般家里人丁比较兴旺的话 是不会出现这些没必要的事情的 老鼠有一个特点 家里越是死气深深的 那么他们就越喜欢往你家里面窜 可见只要家里面一直都保持一定的气氛 那么老鼠绝对是不会来套扰的 溜燕子 人才两汪 但是在风水学中 燕子进门是一种好征兆 大多时候都预示着家中即将转院 而且未来的事业和生活将会顺利许多 所以如果燕子进门助潮 那么我们不要打扰他们 这是一件好事 对于农民来说 燕子的到来意味着春天的到来 这是一种祝福 代表家庭愉快 所以燕子愿意来到家里做客 表明家庭是稳定和平的 它还具有美丽的意义 象征着家庭的善良和简洁 当燕子选择巢穴的位置时 它们往往是干净而舒适的 燕子象征着稳定性 燕子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安全 还要考虑自己的小颜宝宝 如果她选择这个家庭来煮巢 这表明家庭非常和平和善良 而且非常安全 据说 燕子也代表了风水之宝 而家庭的生活将更加幸福 燕子想来被人们视作是爱情和忠贞的化身 一夫一妻 共同养育孩子 也有很多带有燕子的成语 专门用来形容伴侣感情甜蜜美好 比如说新婚燕儿 燕燕与妃等等 这些都足以证明 燕子的到来 能够让情侣 或者夫妻间的感情越来越好 生活中矛盾会很少 每天心情畅快 不会因为小事吵架 老年朋友 即使已经失去了爱情最初的支热 但依然能够感受到细水长流的美好 单身的朋友 如果家中飞来了燕子 淫欲感情运势会出现转机 桃花运会越来越好 其乌鸦 招损伤 从风水民族上来说 乌鸦进家是一种不吉利的预兆 预示着家人可能会生病 或者家中会发生一些意外灾结 一来是因为乌鸦本身就是一种吃腐烂肉的鸟类 它常常与死亡为伴 二来是因为乌鸦的叫声很不吉利 让人听了便觉得心情审门 仿佛有人在哀嚎 在传统习俗中也认为乌鸦不是一种吉利的鸟 不过这种想法并不正确 乌鸦不但对我们没有坏处 反而对有着很大的好处 只是其外表和叫声不大好 有乌鸦飞入屋或者经常站在屋外 就要凡事小心谨慎 否则容易招致损伤 短期间内已少做远游计划 八归消炎解病 乌鸦在风水学上是零兽之一 在现实生活总也是长寿 不老和坚毅的象征 常常被人们请回家里保佑家人身体健康 延年易受 另外在风水学上来看 乌鸦还具有辟邪趋吉 珍宅党灾 保平安的作用 非常具有吉祥之意 乌鸦爬进家里是非常吉利的一件事 能为家里带来祥锐 鸦有归来之一 自古贵就不是邪恶的象征 象征长寿和安逸富贵 不像黑猫啊蛇啊什么的 这就是不好是征兆 但是这也是老话了 如今许多动物濒临灭绝 我们该伸出元首善待它吧 龟是人性的 乌龟 是风水灵兽 有镇宅 招财 保平安的功效 风水上龟属于趋吉避险 镇宅 化山 延年易受的 所以家里来之乌龟非常好 因为乌龟本身具有延年易受和健康长寿的作用 所以乌龟对于病气或是癌气 都是有一定的抵御和驱逐的作用的 所以乌龟爬进家里不仅仅能给家里带来祥瑞 还能够为物主驱逐和抵挡一些邪气和病气 使得家里的人不会被一些外来的病气所侵入 进而身体健康 能够延年易受 龟除了具有以上的作用之外 还具有转运的作用 若是家中有龟主动地爬进来 说明你们家的风水非常的符合龟的医院 是龟想要带的地方 龟进家门以后会对家里的风水隔绝进 行一个完善使之更加符合自己的需要 这对家里人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说明自己要转运了 九百个健康运家 如果说看见一些鸽子主动进入家门 那么就证明你家这里的风水还算是不错的 至少没有任何喧嚣 鸽子本身就不太爱在嘈杂的地方生存 因而这样的地方通常都会非常安分 不会出现灾难和糟动 尤其是鸽子入门并且能够进入到房间里来 那么就更能证明 目前该家庭的风水是比较好的 是良好的 甚至是很妄人的 起码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太大的差错 这样的家庭里面的人会是比较长寿的 并且这几年都不会出现病痛和灾难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见